安福禄 杂货铺 早早恭候的节目组 以及准点出现的顽童Paul 人没有出来先伸手 你以为接下去的场面该是个热情的大拥抱 不是这样的 Hello sir 欢迎你 English gentleman 因为Paul也是被英国女皇封为是爵士这样的一位绅士 So nice So and now we Today very special trip I know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here Because it looks like that shop's quite interesting OK you already found one I can see I'm very excited to go in 好聪明 已经发现我们的目标 赶紧往那边走 来 Please This is the owner here 老麦 老麦 You don't look so old to me You're young Paul Young Paul Paul喜欢逛 也喜欢买 特别对于老的东西兴趣浓厚 老麦的店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旧杂货 老式电视机就是胭脂盒 计量证 中西杂货 难怪Paul赚用的是兴致盎然 而当小君说起店里的老式装修 差点让他拔不出高跟鞋时 Paul立马回进了一个更夸张的故事 我只开了三年 看起来很长 因为你看到的是 木材 这当我进来的时候 我的节目就会 你懂得失败 对 就是我家的工作 这就像我家的工作 因为所有女生在东西都会说 在从英国回来之前 Paul当然也表示过 想逛有中国特色 乃至山海特色的地方 所以巧巧 老麦特地翻出了什么呢 据说是清朝时期的盒子 Paul可是一下子就猜出了 它是放帽子的 还有这块匾 眼瞅着年 symbolism也不轻了 好怕被Paul玩伞价 时装领域内的东西 对泡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脚下摊着的一套老式 运烫衣服的工具 自然不会陌生 这台手动的缝纫机 绝对上海味道 还有个美名叫无敌 不过这些东西很难带走 泡仔细难道要空手而归吗 当然不会了 想当年 上海最响当当的一块招牌 不就是小巧玲珑的它吗 多少钱是这一套 200一套 200一套 R&P 我不知这一套是在磷 200 20 你喜欢这一套吗 它是黑色的 所以它是黑色的 哇 哇 哇 OK 你喜欢这一套吗 我觉得它是真的好 你知道吗 可以购买你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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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上海里的 OK 意外地收到了礼物 靠近来老麦仔细询问 并聆听着关于这只上海牌手表的故事 之后这位老顽童更是心情大好 不但又买了两样东西 还自说自话地当起了掌柜 买完了东西老先生又欢天喜地起来 一秒钟从顽童变绅士 向小君献上香吻一枚 从杂货铺出来 我们紧感慢感地冲向了田子坊 天气晴好的下午 这里的人流总是不会少的 十多年经营 各种商户来了走 走了来 故事一时半会儿是讲不完了 何况眼睛还是个好奇宝宝过动啊 还是直接把它拉进我们的预地目标吧 眼镜一直是全世界朝人都爱的配饰 顽童先生也不例外 眼光一扫流行爆款全知道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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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老先生画风一转给出了建议绝对是业界良心啊 最重要的是,不是只要选择的颜色,而是选择的颜色,而是选择的颜色。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颜色的颜色,所以你必须要用上颜色的颜色。 墨镜遮拳骨,这是一秒钟显连小的神术。 在给小军试了两幅之后,老先生又自己玩开了, 顺手拿起一副英国歌手Alton John戴过蓝边眼镜, 边弹边唱,可是Alton John的经典形象。 老先生说,弹钢琴他不会,但歌还是能唱两句的。 我可以唱Alton John,但我没想到任何的。 我怎么唱?Alton John的歌谁会唱呢?一句。 我不记得。 好可惜。 哎哟,老先生起起来可真是手无足道。 不过一转身,他就在店门口碰到了一对从英国来旅游的夫妻。 老乡见老乡,必须照张相。 夫妻俩都是炮的粉丝,不过这位先生说了, 自己太壮,不太能塞进炮的衣服。 天啦,偶像,这叫粉丝情何以堪呀。 这会儿再看看炮本人,年仅70, 仍旧是身板挺阔,各种原因一定少不了这份顽童天性。 东走走,习看看,对新鲜玩意儿总是保持好奇心和注意力。 好,现在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好,现在我们就要往这个最爱的一个地方自行车店前进了。 好? 来吧。 拜拜。 看到了吗?啥也不用多说了。 这才是老先生的真爱啊。 一个设计师和自行车的缘分, 这故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还在炮很小的时候,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自行车运动员, 却不幸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 梦想到此结束。 不过心里对于自行车的热爱, 却已经伴随炮走过了半个世纪。 风一样飞过,摄像大哥都跟不上节奏了, 等镜头再回来,老丸童可闯祸了。 我看医生打招呼的声音, 旁边一辆自行车挡一挡, 他真的很爱玩耶。 OK。 你是第一个人。 好的。 好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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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小时候的那一次交通事故, 炮已经没有什么伤感了。 不过看到这一屋子的自行车, 他仍旧觉得这是梦一样的地方。 不过兴趣没有变成工作, 而永远是爱好其实是一种幸运。 你看,说着说着, 泡的顽心又起来了。 他要大家让开一块地方, 看看自己能不能再做个特技动作。 哇! 掌声在哪里? 太棒了。 OK。 已经一分钟了。 已经... 好。 好。 这家复古自行车店里有各种零部件, 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DIY一辆。 我们请Paul拼一个出来, 他当然很乐意。 乌龙的是拼着拼着, 他竟然嫌弃自己了。 一片优雅的银色系列, 点着一抹俏皮的马卡龙兰, 这果然才是最Pulsemates的品味。 我喜欢上海。 所以,我喜欢上海。 所以,它们已经很美。 大家都很友善。 它们都很美丽。 你很美。 谢谢。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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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买我一看。 那是一词从上海。 我们爱你。 我们希望我们很喜欢你。 我们也带来更多东西。 我们也带来更多店银色。 是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在秘密上海。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一些东西。 好的东西。 这些东西。 谢谢。